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唐山大地震像一场梦魇 对于受灾难的人来说是难以回首的伤痛 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虽然没有经历过 但一部唐山大地震也足够我们看到灾难带来的痛苦 在无情的天灾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其深沉幽远让人不禁热泪盈眶 1976年,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 在所有人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一座城市一夜间变成废墟 方家一家人,父亲死在了地震里,母亲被救出 但年幼的一对姐弟却被压在了倒塌的大楼之下 事态紧急,压在同一块石头两端的姐姐和弟弟只能救一个 方妈妈没有办法,选择了保弟弟 弟弟是救出来了,一条手臂却也因此报废,只能截之 没想到的是,姐姐生命力非常顽强 在重压下停了下来 只是因为听到了妈妈要救弟弟的话 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在大家都以为姐姐已经死了的情况下 她被一对救灾解放军夫妻带到城市收养了 一晃许多年过去 方家姐弟都长大成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弟弟方达陪妈妈在小城生活 看他不愿意改嫁,还老守着家里的老房子 为了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决定外出打工 而姐姐方登在养父母的照顾下考上了大学,却在大学里遇到了渣男 渣男得知他怀了孩子以后不想负责任 方登却倔强地要生下孩子,为此一个人离开了学校和家 又过了几年,弟弟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生活已然超越小康水平,就想着给妈妈买个新房子 方妈妈脾气也倔,还是一句话 要守着老房子,以免爸爸和姐姐的魂找不到回家的路 姐姐则一个人艰难地抚养女儿,等到孩子大了些才敢回到养父家 可是很快又带着孩子嫁到了国外 时间来到2008年,四川发生严重的地震 通过不同渠道得知了这件事情的姐弟俩都赶赴灾区帮助进行救援 在一次闲聊当中,姐姐认出了方达就是她的弟弟 姐弟俩不管相隔多远,经过了多少年总有缘分在 两个人给孩子取的名字竟也一模一样 弟弟带姐姐回到唐山老家 方妈妈看到姐姐的一瞬间呆愣住了 随即脱离一般的跪倒在地 含着眼泪问她是从哪冒出来的 此时方妈妈的心里一定是惊涛骇浪 还有几分不可置信吧 一直不能忘记母亲当年选择的姐姐 在回家以后才知道自己的固执有多傻 方妈妈当年必须要在两个孩子里面保一个的选择 其实弯的是她自己的心 姐姐陪着妈妈祭拜完爸爸以后 终于向母亲说出了对不起,解开了心结 唐山大地震的主题非常简单 就是爱,纯粹的感恩至深的爱 方家妈妈和姐弟俩三十多年的离散和个人的经历当中 始终有一条线牵引在他们之间 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借由地震为线索 通过突发的巨大灾难将家人之间的爱放大到观众眼前 由此也带来一种冲击性的感情表现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是总会遇到爆炸性的事件 更不想遇到这样的灾祸 却也由此往往忽略了至亲之间的情感交流 但电影也告诉了我们 感情不是爆发式的消耗品 而是绵延在平淡生活中无法斩断的联系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